为了关怀零四零三花莲大地震 秀林乡受灾护学子努力分发向上 华林县中区福伦社联合大海民国 陈南中央福伦社等社友们 14号在秀林乡公所举行就学子女 奖助学金发放作业 共计有109人受惠 14号下午秀林乡公所二楼会议室 办理零四零三花莲大地震 秀林乡受灾护学子努力 乡村下上花莲县中区福伦社联合发放 就学子女奖助学金作业 秀林乡上官各位表达感谢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刚刚介绍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前社长 前社长对不对 所以你看即便他们卸下了社长的位置 他们还是一直在放送他们心里的爱 心里的温暖 给所有做事家庭 以及弱势的族群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非常谢谢他们 那他们这次的募款所得 我们秀林乡 我们受灾护的子女 奖助学金 我们的幼儿园有13位 国小组有46位 国中组有21位 大学组有14位 所以一共是有109个小朋友 包含大学生 因为都比我小 都是小朋友 受贿 所以 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们 除了要感谢他们 在这里 我还是要跟各位相亲 说 我们今天受人恩惠 不要忘记未来我们的孩子有成 或是你在事业上有成 我们也要跟进他们的脚步 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受出爱 受出关怀的精神 我们也要向他们看起 修林乡的文明表示 打造长照无私交的幸福修林乡 一直是中央的施政蓝图之一 法联修林乡地理位置辖场 除了积极透过各村村办公处 南京服务中心官网和脸书 传达中央资讯之外 同时也获得第一手中央地方 和修林乡的福利资讯 传达社会资源转介等服务 也增进修林乡的就业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